《妖神记》第473章 印记 萧妮儿双眸紧闭着 那羞红的脸颊 宛如绽放的海棠花一样娇艳 衣衫缓缓地顺着肩膀滑落 露出那光洁白皙的肌肤 那肌肤吹弹可破 令涅离不禁咽了一口口水 萧妮儿娇羞动人的模样 任何男人见了 只怕都会按捺不住吧 那手指滑过的地方 娇嫩的肌肤 一种细腻的触感传来 此时 萧妮儿只穿了一件肚兜 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聂离的眼前 萧妮儿身体微微一颤 她可以感觉到 聂离的指尖从肌肤上滑过 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传来 浑身都酥酥麻麻的 伴随着内心的羞怯 她脑袋都一片空白了 看着萧妮儿的模样 聂离心里充满了联系 她知道 萧妮儿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把自己交给她了 聂离缓缓地绕到萧妮儿的背后 只见那锁骨 晶莹剔透 在那锁骨下方 是一个小小的粉色印记 果然 跟我想的一样 聂离的眼眸中 已经满含了泪水 右手手指 轻轻地触碰那一道印记 前世 萧妮儿的后背 也正是有这样一道印记 聂离心中充满了疑惑 前世萧妮儿 进入了黑魔森林 便再也没有回来 但是后来 为什么会以萧妮的身份 出现在了龙须介语 这一段宁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聂离充满了疑惑 聂离对萧妮 内心充满了歉疚 若非因为她 萧妮不会死 而且萧妮死的时候 那种释然和对聂离的怜惜 每每回想起来 就宛如一把把尖刀 弯在她的心上 嗯 萧妮儿闷哼了一声 显得有点痛的样子 宁儿 你这胎记 出生的时候就有的吗 聂离疑惑地问道 萧妮儿睁开了眼睛 摇了摇头道 不是的 那这道胎记 是怎么来的 聂离不禁问道 这是祖父去世的时候 用印法将一段时空之夜 封印进了这道印记里面 萧妮儿说道 时空之夜 聂离愣了愣神 什么时空之夜 就像这个一样吗 聂离从怀中 将时空妖灵之书的残液 从怀中拿了出来 看向萧妮儿问道 萧妮儿回过头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道 就是这个东西 可是它被封印在 我的这道印记里面 祖父曾经说过 我会有一场大劫 它是我的机缘 可以救我一命 原来是这样 聂离心中 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同时心中 也有了更多的疑惑 前世萧妮儿 进入了黑魔森林 正是他身上的印记 时空妖灵之书的残液 带着他度过了劫难 但也因此容貌尽毁 戴上了面具 化名萧妮 后来他进入了 龙须戒雨 遇到了聂离 也正是因为 他身上封印着 时空妖灵之书的残液 所以聂离重生之后 萧妮儿的脑海中 偶尔还会有 前世的一些记忆 对着眼前的萧妮儿 聂离的心中 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感情 恋爱 疼惜 懊悔 欠疚 心痛 种种复杂的情绪 涌了上来 不管如何 这一辈子 聂离不会再辜负宁儿了 宁儿 聂离把萧妮儿揽了过来 抱在了怀里 前世 聂离辜负的人太多了 紫云 萧妮 师父 有些人是为他而死 有些人是因他而死 这一世 他要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感觉到聂离温暖的怀抱 不带有任何别样的意味 萧妮儿突然觉得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 就这么静静地 感受着聂离的气息 还记得当初 在树林里的那次相遇 萧妮儿 因有一种宿命的感觉 仿佛一种既定的命运 因为聂离的出现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聂离就是改变 她命运的那个人 从那一刻开始 萧妮儿就已经知道 她的一生 已经跟聂离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聂离 这个印记 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萧妮儿不禁问道 你的祖父 是一个智者 我们得尽快回 小玲珑世界一趟了 那里应该隐藏着 一些难以想象的秘密 聂离说道 如今我的天允神雷剑 已经完全可以破开 小玲珑世界的封印了 嗯 萧妮儿点了点头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我把这里的事情 先安排一下 过几日 我们便出发 聂离认真的说道 那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 萧妮儿有些窃窃地问道 直到现在 她才想起来 自己身上 只剩下了一件肚兜 不由的心里一阵羞怯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先做一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聂离突然微微一笑 萧妮儿突然感觉到一只咸猪手 她不禁愈发地害羞了起来 聂离 现在还是白天 嗯 萧妮儿喉咙里面 不禁发出一声嘀嘀的声音 没事 机会难得 聂离笑道 愈发地得寸进尺了 就在这时 门之鸭的一声打开了 进来的正是叶紫云 叶紫云看到眼前这一幕 突然愣住了 聂离 宁儿 你们 叶紫云张红了脸 她完全想不到 聂离和宁儿 居然在这大白天的 做这种羞人的事情 不由得尴尬地站在原地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聂离完全傻了眼 她完全想不到 紫云居然会在这个时间进来 简直尴尬极了 萧尼儿更是不堪 恨不得找条地方钻进去了 你们继续 我先出去了 叶紫云急忙说道 她脸颊仗的通红 不禁跺了跺脚 连忙往后退 虽然叶紫云内心里面 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在这个世界之中 他们一起相依为命 互相扶持 宁儿跟她 早就如同一家人一般 但是聂离未免也太心急了点 大白天居然 紫云 等一下 聂离赶紧叫道 我在外面等你们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叶紫云退到了外面 把门关上 然后在外面说道 聂离苦笑不迭 虽然紫云的声音 并没有生气的样子 可是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 确实有点太鲁莽了 第474章 同吃同住 等聂离和萧宁儿出来的时候 叶紫云已经等在大殿里面了 紫云 刚刚我只是 聂离开口想要解释 叶紫云休脑地瞪了一眼聂离 说到我找你来 才不是想要跟你讲这些 紫云 刚刚我们真的没有 他只是想要确认一下我身上的胎记 萧宁儿脸颊 有点不敢看叶紫云 毕竟刚刚的场面实在是太尴尬了 聂离 你是不是找了个借口 哄骗宁儿 叶紫云撇了撇嘴 看向聂离说道 我真的只是确认胎记啊 聂离苦着一张脸 哼 亮你也不敢 叶紫云哼了一声 好了 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看到叶紫云的样子 聂离知道 叶紫云已经不生气了 他们一群人 闯荡到这龙须戒雨 命悬一线 身后担负的是整个光辉之城 乃至整个小玲珑世界的生死存亡 他是一个十大体的人 自然不会纠结这些 更何况 他的心中早已经明白了一点 他和宁儿 还有聂离的命运 早已经深深地羁绊在一起 剪也剪不断 逃也逃不开 如今 还能怎么样呢 未来究竟如何 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想到这里 叶紫云心中 也自然就安定了许多 南宫宗主找到我 说想和你商量 一件事情 他不方便来 于是就让我帮忙传话 叶紫云说道 哦 他说了什么 聂离眉毛微微一挑 眼睛细眯了起来 他大致已经猜到了 南宫宗主说 我们羽神宗这么多人 到了天鹰神宗 似乎有点不太妥当 叶紫云说道 他俨然已经把自己 当成羽神宗的人了 毕竟 羽神宗已经在聂离的掌控之下 而天鹰神宗 只是他们暂时寄居的地方而已 哦 什么不妥 聂离眨了眨眼 问道 他说 如今的天鹰神宗 俨然已经成了 成了 叶紫云脸颊微微一红 成了什么 聂离笑盈盈地问道 成了相亲大会 自从我们羽神宗的人来了之后 虽然确实是保护了天鹰神宗 但是私底下 简直混乱不堪 叶紫云说到后面 简直就羞于其耻了 他说 能不能让我们约束好门下弟子 混乱不堪 他们做了什么 聂离愣了愣 因为你下令 若是找不到自己的 另一半 就别回羽神宗了 所以 羽神宗的弟子们 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昨天晚上大半夜翻墙被抓的 有十几个 夺女弟子房里被抓出来的 有三十多个 今早查出来 怀孕大着肚子的 天鹰神宗女弟子 有六十多个 不管如何盘问 他们很多人都不肯说 他们的孩子是谁的 叶紫云说到后面 简直羞涩的无言再说下去了 嘿嘿 紫云 你回去 跟南宫宗主这么说 当初是他同意让我们与神宗进主 保护天鹰神宗的 我与神宗说到做到 他可不能过河拆桥 这样的话 我与神宗绝不答应 聂离很是认真的说道 旁边的萧尼儿不禁扑痴地笑了出来 笑得花枝乱颤 南宫宗主这下子可是上了贼船了 想下贼船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聂离这家伙简直坏透了 想到这里 萧尼儿脸颊又不禁红了起来 叶紫云白了一眼聂离 说到你有什么要说的 都赶紧说吧 我负责传话给南宫宗主就是了 嗨嗨 聂离略显尴尬 南宫宗主自己不来问 偏偏找了紫云帮忙 自然是明白 有些话聂离不方便当着紫云的面说 可是 南宫先因太低估了聂离的无耻 聂离来回地夺了夺步 想了想说道 就这么跟南宫宗主说 反正撤走是不可能的了 与神宗会刻尽职守 保护好天因神宗的 至于那些三更半夜爬墙被抓住的 简直是一群废物 好好的正门不走 居然爬墙 爬墙也就罢了 居然还被抓住了 是我们与神宗教导不言 还望南宫宗主见谅 不过爬墙也不是什么大罪 抽他们几个板子 让他们长点教训就好了 至于躲在女弟子房里的 说不得可能有些什么缘由 比如他们是受邀前往 跟天因神宗的女弟子们 畅谈修炼大道等等 为什么会被抓 我们得好好询问一番 我们与神宗 绝不会放过一个心术不正的弟子 但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听着聂黎的话 叶紫云和萧宁儿 都不禁憋着笑 聂黎这家伙 简直一肚子坏水 听到聂黎这番话 南宫宗主估计都要气炸了 聂黎明摆着 是要偏谈宇神宗门下弟子 南宫宗主自然也没办法为这些小事翻脸 更何况 如今的天因神宗 实力根本比不上宇神宗 若是真闹翻了 对天因神宗来说 将是何等局面 南宫献因心中自然是清楚的 至于天因神宗那些怀孕了的女弟子 天可怜见 他们的孩子 居然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如果天因神宗门归森严 要将他们逐出宗门的话 我与神宗本着悲悯之心 愿意收留他们 望南宫宗主 不要把他们推上绝路才好 聂黎想了想 继续说道 此次的事件 暴露了很大的问题 天因神宗护卫做得太差 居然有这么多人 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出宗门内部 还让女弟子们遭此大辱 我身为羽神宗宗主 听到之后一份天因 接下来 我会派羽神宗的弟子们 一起协助天因神宗护卫宗门 让羽神宗的弟子们 和天因神宗的护卫们 同吃同住 同甘共苦 若是再放一个人 进到天因神宗内院 我拿他们试问 聂黎哼哼了几声说道 天因神宗的护卫们 全都是女弟子 聂黎派羽神宗的男弟子们过去 跟他们同吃同住 若是不产生一些情愫 那就怪了 而且 护卫都是羽神宗的人了 羽神宗的男弟子们 进出天因神宗 岂不是更加方便 可是 南宫仙音有拒绝的能力吗 要么睁一只闭一只眼 要么和羽神宗决裂 南宫仙音该如何选择 南宫仗人都能够